墙台凯米来势汹汹 各地区陆续传出强风豪雨 市长张善政 24号上午前往灾害应变中心 进行第二次工作会议 盘点各局处防台准备 以及各区公所的防台工作 也要求各单位随时保持警戒 来确保市民安全将损害降到最低 依据当时最新预报 桃园的风雨等级 都有到这个提曼提克标准 所以大概我们自己心里面就有提了 那么同时也跟基北北也确认一下 我们基本上要同步作业 也确认他们的做法 所以我们就依照我们网定 八点钟一起发布说 今天提曼提克 我们还是照一样的做法 我们本身专业 今天傍晚再确认一下明天的风雨 也是应该是照昨天的模式 会在八点钟以前最迟 会公布明天是否提曼提克 复兴区降雨达到黄色警戒 复兴消防分队配合区公所 在汉疫变中心 前往潜市溪流保全户 进行预防性的撤离 复兴区内11处收容处所 也准备完成 轻渔厂商已经进驻 另外在调度道路抢救的 相关警局也在复兴三区 随时待命 我刚才有跟我们附近区的书局长通过电话 他说有六个领 包括前山跟后山 一共有六个领在预防性撤离 正在进行之中 不一定 那个还牵涉到当地居民 有的居民愿意和不愿意 不愿意的居民我们会尽量来劝导 所以这个人说我们在确定之中 这次凯米强台 预估带来非常可观的雨量 也提醒大家要做好防台措施 避免前往海边关浪或是进行三区活动 来确保置身安全 记者多米飞采访报道